大家好,在咱们嗨子前有个好事告诉大家 最近因为YouTube上推广我们的这个视频跟频道 那么我们需要大家的多多点赞 你只要给我这个视频点个赞 然后扫描下方二维码找我助教 就可以找到免费领取一份外汇交易知识地图 那么这上面列了好多外汇交易全场景知识点 可以说意图在手,交易不愁 那么是最佳的会中门神器 产品的朋友赶紧点赞 OK,下面我们继续我们早饭地盘 市场行为包含一切,交易所见 大家好,我是刘老师 欢迎大家忘记点赞,今天是2022年的9月1日 一个月又过去了 我们又跨到了新的一个月 新的一个月就开始了,9月1号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行情 昨天的这个行情应该来讲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整体上不管是货币还是商品 不算是跑出了一定的这个空间 好,我们看一下 今天这个盘面的话呢 是整体上还是一个 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思路 昨天的话呢,我们给出的一个 勾元是一个破位是吧 大气场明显这个地方呢 这个破位它是不符合我们要求的 对吧 既没有大阳线的破位 然后呢,中间也没有经过蓄力 就直接连上去 对吧 它是不符合我们要求的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的一个操作 大家注意 今天呢 我们的一个操作是 比较简单吧 今天勾元 把趋势线一连 把趋势线一连 OK 一点 趋势线一拉过来 回踩 解脱 回踩 解脱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今天勾元思路可以说非常简单 趋势线一连低波 拉回低波 目前的话呢 我看一下 大概30点不到 好 那么这个应该说今天下午 就能给到这个位置 低波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好,看英镑 英镑的话呢 也是很可惜啊 昨天啊 这个 呃,我们预期的这个什么 弱强形的反弹变反转 最终啊 最终啊 这一根墙啊 这一根阳线 它就是一直没起来 啊 一直一直没有起来 没有能够走出来 最终还是跌下来 然后呢 小幅创了一个新低 新低啊 那么 那么今天的话呢 哈 我们的这个 思路啊 好 今天我们对于英镑的思路呢 哈 要做出一些的修正啊 大家可以可以看到哈 最近英镑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走势啊 就我们虽然说一直说反弹空了 但是他每次基本上都反弹不到 我们要那个位置 对吧 就很奇怪啊 好 那么今天的话呢 哈 我们今英镑继续是一个什么 反弹空的思路啊 继续反弹空啊 注意啊 反弹空啊 不追空啊 好 那么今天这个反弹空的位置呢 哈 来来看哈 其实也比较简单了哈 找位置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哈 就是能不能到啊 来看 今天英镑 反弹空 哈 哈 这个位置 哈 要大一点哈 哈 找位置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哈 哈 这个位置 反弹起来空啊 注意哈 一定是要反弹起来空哈 没有反弹到位的话 不动哈 反正不到位的话就不动哈 好 鹰巴也是比较简单哈 嗯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呢 黄金吧 啊 应该说啊 我们昨天黄金算是一个成功走出来一波这样的行情哈 呃 最终还是在这个支撑的位置上啊 呃 虽然这个结构线是没有挡住哈 但最终呢 还是在我们画的这个什么啊 蓝色的区域啊 走出来一波什么短线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啊 最终这一波还是来了啊 短线是完全够做啊 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一段反弹大概有100点啊 但是够不够做就是完全够做 短线 对吧 好了 好 那么大家注意哈 昨天这一波短线其实反弹完之后很快继续顺着这个下跌趋势啊 已经又把这个什么支撑给打破了 对吧 啊 那注意哈 虽然说这个支撑打破了哈 但是我们依然放着不动 为什么啊 原因很简单 今天我们继续啊 昨天我们用了这个位置的支撑 对不对啊 你今天打破了啊 OK 没关系啊 反弹上来 哎 什么 反压制 对不对啊 支撑重要的支撑打破 那他反弹起来之后 反压制 空呗 对不对啊 是不是非常清晰啊 反弹上来反压制做空 对不对啊 昨天我们用这个支撑来做多 现在他破位了 对不对 我们就用他这个啊破支撑破位之后转化为的压力反弹做空啊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好吧 所以哈这个这个位置我们今天继续啊 继续啊 昨天用他来做多 今天用他来做后啊 就这么简单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原油啊 哎呀 说实话这个原油啊 昨天是有点可惜哈 昨天呢 我们给他画两个位置 对吧 一跪在这 一跪在这 啊 那么昨天原油这一波反弹的高点啊 距离我们画的这个位置其实还是差了一段的距离啊 差一段空间啊 呃 然后就下来了哈 这一波啊 距离比较凶啊 它的啊 那么今天这一波原油的画的这个操作啊 大家注意啊 大家画一张图啊 昨天的这一波低点啊 我们可以通过连接前面这两个低点画出一根结构线了 对不对 大家看这个啊 我们可以画的结构线了哈 当然哈 画这个结构线是为什么呢 啊 注意啊 我们并不是说呃 要用这一根结构线去做文章哈 只是告诉大家 昨天原油这一波下跌 为什么跌到这 它就会有反弹啊 这个位置啊 结构线 一连 一发线 在这啊 其实包括哈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双结构线的一个位置啊 对吧 这个地方哈 基本上这个双结构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好 那么我们今天哈 应该怎么做呢哈 方向上呢 肯定还是空了哈 这没什么可说的啊 大家看这台不能日线 对不对啊 日线以这两连两根长音了哈 那么OK啊 今天的这个原油哈 这个方向哈 我们说空 那么在哪里进呢 对不对啊 找位置啊 又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啊 昨天我们找的好位置没有给到哈 那么今天啊 这个位置我们应该怎么去找呢 来 这两个位置呢 我们就不要了哈 好 我就让大家看看哈 这个 这一波 下跌 反弹 下跌 反弹 对不对 首先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哈 整个下跌的功能对比哈 那么这一段弱 这一段强 对吧 这一段强 然后呢 反弹对比 这一段强 这一段弱 明显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那么这里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哈 今天啊 这个 方向上 我们是空哈 但是位置上 我们不能太保守哈 我们要尽可能找高的一个位置 前面是跌强 反弹弱 今天啊 昨天是这个 跌弱 反弹强 所以我们今天找到这个位置啊 得往上找一找啊 尽可能往高度找 不然的话 找的位置 如果是过低的话 其实就不太好搞了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位置 怎么去锚定啊 我这几根线先去掉吧 用上的线 我就先去掉 好 那么这几根线啊 这个今天的位置啊 怎么去锚定啊 说实话 我今天在早上看完的时候啊 也看了很久啊 到底哪个位置 才是今天比较合适啊 就是既有这个权重也不错 然后呢 又大概率能够给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其实看了一段时间啊 找来找去啊 那么我最终啊 决定这个位置啊 是能够说今天大概率能够给到啊 并且呢 权重也还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昨天这一波反弹的位置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昨天其实这一波反弹的一个位置啊 从这个低点来到这儿啊 其实你往前找 对不对啊 都是有迹可群的 对不对啊 都是有迹可群的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 我们说啊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里看成是一个双头的一个结构 对不对 然后破位反充 是吧 没错吧 OK 那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我们就这样看 没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好 在这儿呢 我画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啊 如果说要采取一个这个空的话呢 我们看到 既然双头结构破位 然后呢 又构筑这样的一个 我们可以看成是收敛三角形形态的话 那OK 对吧 第一个上来这个位置 那时候重点关注 对不对啊 上来这个位置要重点关注 并且 假如说 大家注意一下 收敛三角形的一个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啊 我们说上下要走完三次 对不对 现在是一 二 一 二 上下边沿各走了两次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收敛三角形要往上走完第三次 往下走完第三次之后 那么他最终选择这个方向啊 当然肯定是倾向下破位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破位啊 他才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啊 这样的一个破位啊 可能性质标比较高性质标好的啊 那么所以啊 由此演成了两个 第一个 第一个 收敛三角形上延的位置啊 第二个破位啊 第二个破位啊 收敛三角形上延然后是破位啊 第一个上来 下来 下来 破位 两个空啊 先反弹 关注这里啊 他要是不反弹啊 真真真真正正 破位啊 两个思路都是空啊 当然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啊 如果说价格呢 先往上走的话啊 价格先往上走 那么这个位置啊 注意信号啊 不左侧 好吧 不左侧 OK 注意信号啊 不左侧 这个地方 注意信号 好吧 所以今天我们整体的操作啊 这个原油都是空啊 都是空啊 上方这个位置 以及下方破位的这个位置 好吧 OK哈 那么今天的这个原油的思路啊 恐怕按下这个炮炮的这个咀嚼一下啊 咀嚼一下啊 呃 像欧元啊 英镑黄金都比较简单 就原油啊 需要稍微动点这个脑子 好吧 好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早盘解盘哈 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新的一个月的开头的第一天 能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啊 为整个月我们打响这个头炮 好吧 好 那么 今天我们早盘就到这哈 明天重新我们再会 拜拜